长餐饮创业梦想的破灭,引发了网友的热议。 近日,有媒体报道,一位25岁的小伙子在上海投资80万开了一家羊肉面馆, 结果开业仅仅6天就濒临倒闭,预计亏损至少60万。 这是一个典型的餐饮创业失败的案例,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警示。 小猪本来是个外贸业务员,挣得不少钱,可是他对开饭店很感兴趣。 有一天,他在网上发现了一个羊肉面馆的招商广告,心动不已,就策了工作, 拿出80万,在上海开了一家羊肉面馆。 他觉得,上海人多钱多,爱吃羊肉面,只要找个好地方,生意肯定火爆,赚钱不是问题。 可惜,事情没那么简单。 他的面馆开在一个商业区,那里的店铺多,租金高。 他的面馆跟别人没什么区别,味道和质量也不怎么样,根本比不过其他的品牌店或老店。 他的面馆也没做过什么推广,也没打造过自己的形象,顾客来了一次就不会再来。 他的面馆也没什么管理,也没培养过自己的团队。 遇到点什么事就手忙脚乱。 他的面馆也没收集过什么数据,也没建立过自己的系统,不知道自己的业绩如何,也不知道怎么改进。 结果,他的面馆才开了六天,就快要关门了。 他说,他每天就收几百块钱,连租金、水电、工资都付不起。 他想把店铺转手,可是租金太高,没人敢接。 他估计,他的八十万,要亏掉六十到七十万。 他的开饭店的梦,就这么破灭了。 他估计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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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估计。